美国海军陆战队9月18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军方已在南卡罗莱纳州查斯顿附近发现了一处残骸现场 并确认发现的碎片是一架F-35战斗机的残骸 此前美军一架F-35战斗机坠毁后失联 机上的飞行员弹射逃离 军方随后将展开残骸回收工作 并已警告当地社区居民避开该地区 1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F-35B闪电二型战机在南卡罗莱纳州坠毁 随后下落不明 美军方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希望民众帮助寻找这架战机的残骸 美媒称这架战机价值约8000万美元 美国蒙大拿州将在明年起全面禁止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 全美18名州的总检察长9月18日联名表态 支持蒙大拿州政府禁用TikTok的努力 并敦促法官在明年1月1日禁令生效之前 驳回TikTok针对禁令所提起的诉讼 TikTok为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拥有 超过1.5亿美国人使用 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对该平台的潜在影响 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·詹弗尔特五月率先签署法案 全面禁止TikTok在该州运作 越来越多的美国立法者和州政府官员 也呼吁在全美范围内禁用该应用程序 蒙大拿州可能会对TikTok的每次违规行为 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 但并不会针对TikTok个人用户施加处罚 据估计蒙大拿州有38万人使用TikTok 占该州11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面对蒙大拿州的禁令 TikTok通过诉讼站和游说团体争取一线生机 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显示 加州房价继续上涨 8月份达到了15个月来的高点 与7月份相比 全州的房价上涨了3.3%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% 该行业协会将飙升的房价 归咎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和加州市场上房源的持续短缺 在8月份最大的损失中 单户住宅销售总量为25万4740套 比7月份下降5.3% 比去年8月份下降19% 今年以来 加州8月份的房屋销售也下降了29.2% 2023年8月 加州单户住宅的平均价格达到了85万9800美元 大洛杉矶地区的平均房价为79万2500美元 城县的房价约为131万美元 比上月高出约1万美元 南加州房价最便宜的圣贝纳迪诺县 房价中位数为49.5万美元 尽管如此 这一价格仍较2022年8月上涨了4%以上 圣地亚哥的房价中值为100万美元 较7月份上涨3% 较去年同期上涨14%以上 由于住房负担能力和可得性 仍然是加州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加州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建造250万套新住房 其中包括100万套专门指定为经济适用房的住房 俄罗斯一位高级官员透露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10月将前往北京访问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高峰会 这也将是国际刑事法院因俄军强制将乌克兰儿童遣送俄罗斯 而对普京发出通缉令之后 普京已知的首次出国访问计划 俄乌战争以来 中俄贸易急剧飙升 由于俄罗斯在西方国家制裁下 无法将油气出售给欧洲国家 因此只好加大对中印等国的能源出口 普京上一次访华还是2022年2月 他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前夕 他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 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 声称两国合作无上限 不过双方都否认两国寻求结成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